不在籍投票的宪法赋予人民的参政权 保障人民投票权是民主社会重中之重 对吗 也是我们民主政府所要的任务之一 对不对 那方向一致 我们台湾约有两百万人在异地工作 或者在外地求学 那需要不在籍投票的制度来保障他的权利 也降低了我们投票成本 且不在籍投票呢 已经是民主的一个趋势 包括美国 日本 韩国 英国 德国等欧洲呢 还有马来西亚 菲律宾 澳洲 纽西兰都已经行之有连 对不对 那是的 是的 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方向都一致 那么所以请教主委 不在籍投票这么足了要推的 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公民投票移转投票相关草案 对不对 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二度提出 所以这个方向是OK的 是大家都社会当中也非常的认可 那接下来就是说对于总统选举 以及其他公责人选举 不在籍投票的立场是什么呢 有关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部分 在102年105年两度都有草案提出来这个大院 但是都没有办法完成立法的程序 所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人的选举比较牵测到复杂的这个因素了 所以大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所以我们是希望调整这个推动的步骤 也就是说从比较单纯的对市的公民投票开始来启动 那实施的方式也是从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经验的移转投票来启动 你所谓的对市是什么项目呢 公民投票 就公投嘛 公投 你首先要推的是公投嘛 那对人的部分呢 是选举 我们希望对市的公投 我们累计一定的经验之后 再持续的来做检讨 那请教主委 因为刚刚本席一开头说 我们大家都有共识这个方向 这是人民的这个权利嘛 那你现在所谓的要先从市 然后一段时间再来人 它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有一定的考量 第一个就是说 任何选制的改革 必须要考虑到政党竞争 候选人竞争的公平性 不同的不在籍投票的方式 可能大家考虑的这个面向不一 主委你说你到这里是疑虑蛮多的 第二个对 第二个必须要考虑到选举过程的可信赖性 因为不同的这个选举的方式 可能牵着它透明度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才是考虑到的 我们选物的可行性也必须要考虑 比如说如果是立法委员的选举 你采取这个移转淘标的话 立法委员选举它的票 有76张的选票 那这当然增加选务的这个复杂度 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推动到 这个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话 那困难度更高了 所以说必须要各个面向的考量 大家能够累积共识之外 还要有实施的一个经验 这个推动会比较稳健 那主委如果以你现在 我愿意之所以给你那么多的时间来说明 也就是外界对于我们民主的牛步话 非常的质疑 人家 其他国家都已经行之有年 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呢 照你刚才所说的 你是困难重重 我们是一个民主现金国家 其他的国家刚刚我们说了 美国日本甚至马来西亚 菲律宾澳洲都已经行之有年 他们为什么不困难重重 我们为什么会困难重重呢 我们已经有三次 有没有自己本身就已经人设的一个标准 这样子对我们的民主是真的不民主啊 我们有三次启动的这个机会 但是很遗憾 这三次的机会都让他流失了 102年105年还有110年 都有相关的炒汉送进来 这位你讲这个有点矛盾 你从102年开始你就推动 到现在大家积极要执行之 希望好好真正的去推动 而不是只上作业的时候 你反而告诉我们说是困难重重 而且你的人设的部分 包括了政党等等 那这样子不是民主倒车吗 为了维持选举的一个公平透明 我不是说这些困难不能克服 对啊你应该这么说嘛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才对啊 所以这个策略之一就是先对事然后再对人 这个策略之一如果只对事 那不对人 那这个逻辑也怪怪的 不是不对人 我们是坚持的来推广 如果依照你的规划你怎么坚持 请做说明 我就是先赶快这个案子先通过 全国不在公平投票不在提投票法的部分 能够跨出这个重要的一步 早一天跨出来 部长 第一个主委你谈论到现在 本来还是质疑重重 因为你特别讲到政党问题 那这个让人家觉得蛮奇怪 应该你是在规划整个制度面的问题 而不是你先花一个把你才要射箭 竞争的公平也是选物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然是如此啊 那他国都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行呢 这个是人民非常质疑的一点 你再去讨论好不好 我们一定以民主的一个权利 一个民主的权利 应该是站为人民信贷保护原则 应该是这个是唯一第一个要考虑的嘛 对不对 整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对话 对啊 当然是会有一个对话 但是你是主旗帜的单位啊 那如果你已经设法在那里 那怎么讨论呢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广纳不一样的声音进来嘛 我们都有在听 是不是 好不好 你们再去讨论 不是只有对事 那对人要怎么做 这个才是一个民主的真谛嘛 好不好 然后去研疑 有了方向请告诉本席 方向跟策略我们都有 好请告诉本席 详细的书面资料给本席 我们希望是真正的民主 而不是民主的退步 好不好 我们的民主成就相当值得骄傲 谢谢 好